如果你跟我一樣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話 這邊建議你去 Abunding Glory 買一件衣服 Abunding Glory 是一間基督徒的公司 專門使用高級的面料 幫助教會還有敬拜團 不只是T恤還有什麼那個 舞企啊那些東西 他們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 來讓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 我今天穿的就是他們其中一款 真的穿起來非常舒服 想要同款商品 現在就可以去 Abunding Glory.com 購買他們的衣服 不但可以幫助一間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購買金額的10% 也會來支持AI News 繼續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購買時使用折扣碼 AI News也會同時享有5%off的優惠 現在就去 Abunding Glory 購買他們的衣服吧 左派的計謀失敗了 在這個墮胎議題持續升溫的時候 在美國的女性被可惡的保守派 奪取了墮胎權的時候 趁著這個大好時機 喜愛殺嬰的左派 想要做一個維護女性基本人權的英雄 為了讓聯邦可以繼續控制全國的墮胎權 他們極力推行一個美其名曰 父女健康保護法的法案 這個法案支持任何月份的墮胎 哪怕是足月馬上要生產的也可以 而且這個法案還會強迫有宗教信仰的 不願意殺嬰兒的醫生和診所 必須要違背他們的信仰原則 提供墮胎手術 就在昨天下午 這個法案在參議院裡進行投票 但是這個投票不僅沒有通過 而且還輸得很慘 投票的結果是有51票反對49票支持 遠遠的低於所需要的60票通過 民主黨甚至只拿到了49票 在參議院里面 現在是有50個共和黨人 50個民主黨人 有哪一個民主黨人 這一次沒有和他們站在一起呢 那就是Joe Manchin 他和其餘的50名共和黨人 一起對這個法案投上了反對票 國度基业事工榮幸地邀請到了 Andrew牧師來分享 啟動土耳其以色列華人宣教的使命 Andrew牧師在1993年回應神的呼召 前往土耳其宣教 他們建立教會援助難民 在歷經23年之後 在2016年被控告為恐怖分子 被關押在土耳其監獄兩年 後在2018年 戲劇性地被釋放 並被邀請進入白宮 與川普總統一起祈禱 5月19號星期四 美西早上7點到9點 亞洲時間晚上10點到12點 以色列時間下午5點到7點 歡迎來參加由國度基业事工 主辦的線上分享會 一起來聽一聽這位傳奇人物的 宣教使命 總統職員